現在,來示範這個,拉門 呃,它這裏的噴漆,就看得出來,它是有瑕疵的齁 然後,這裏有一個,手把 加上,我們要把這裏面弄得乾淨 因為它是,甲板的 所以,要非常注意的是,它這個是紙 它的紋路是紙接上去的,雖然這有一些舊的痕跡,我們要非常小心 另外,這裏絕對不能磨過頭 只要稍微抓正就好了,不然你的門的縫隙會非常的大 但是,不管是木雕,或者是木座,一定都是要乾乾淨淨的 另外,它的線條一定要非常的完美 所以,我們來示範這個部分的做法 好 以前這個地方都是,完全沒有去打磨它的 所以,它非常的清潮 經過了三、四十年以後,我們把它重新的翻修 翻成現在的人可以接受的東西 而不是去,照它的,照本宣科去 以它原來的方式去呈現 那,它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是,所謂的新生命 就是,新的生命 不是說,把它回復成原狀而已 我們要從功能上,把它改良 所以,這個門,這個槽子的部分 就只要稍微的拉一下就可以了 先從裡面開始做 要注意,這個地方它是貼紙的 所以這個紋路它是紙 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盡量去保留它 裡面的縫隙一定要,完全的把它,摸得乾乾淨淨 不能有一點點的灰塵 不管是木雕,或者是木座 都是一樣的要求 尤其是,木座的部分 講求工整 線條 還有它的 密合度 要稍微把它拉乾淨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是紙 是貼紙上去的 好 先從這個小地方把它扑立好 好 千萬不能抹過頭 因為它是一層薄薄的水 有 一些記號 在做的時候也上個數字 我們把它去除乾淨 這一部分就不能用機器 完全靠手工 還有我們後面噴漆之後 修補 來去完成它 沒有人會 沒有人會接受一個髒髒的 舊的東西 我們把它重新處理之後 加上漂亮的黑漆 它就是一件完美的作品 加上去多少錢 鑑魚 切成 鑑魚 切成 切成 鑑魚 鑑魚 切成 把黑色的部份,髒髒的部份,把它抹白 它就恢復了,它原來的狀態,並且更好 絕對要非常地均勻 再來這裏面就,灰塵 齁,還有它那個,生漆,它的生漆是,松香的味道 我們換新的沙子 這完全沒有縫隙,去處理它的細節部份 這裏面有很多東西,都是慢工夫妻博 但是,慢不是慢慢的做 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候,手腳非常的快 慢步工夫妻博 所以,應該說是 就是照它的步驟,把它去完成 沒有偷工減料 好,當然 好的作品,都是這種的程序才能有 今天我只是,示範一下 我們做了30年了 已經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小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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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小型小型 放入冰箱 完美的餡條 完美的餡條 是這樣子才有蒸的 整非常的黑 整體是非常的黑 我們處理完之後 它是這個樣子 中的狀況 加熱的 全部醬油 然後加熱的 加熱的 加熱的 蒸起來 煮幾次 絕對不能磨過頭 大概磨到八九層的程度 後續再靠修補的動作等待完成 非常香 生氣的味道,還有加上木頭 阿里山檜木,它本身的香味 所以,它是非常的香 均勻地把它打磨就可以了 讓它均勻 把這個橫線摸掉 把氣刮掉 才不會磨過頭 把氣刮掉 然後把氣刮掉 把氣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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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 這裏只能隨手工 另外不能機器 機器移去 機器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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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彩膜 ! 上面的平衡 舊的生吸完填抹掉 其他日照分析 還彌補這個問題 所有的小瑕疵 從日常開始 磨掉 可以看到這裏跟這裏的不同 這裏的裏滿起來 都是有的 好 好 它這個的角度是不同的,這是最自由的 鴨肉,雞肉,化妙,腸,鴨,茄子我要吃 鱼肉 我先把鞋子弄好 這個線條就會非常完美 我們換上新的沙子 更細的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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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速的沙子 這裏的厚薄,它不會去影響它的縫隙 所以我們兩邊不要磨,過頭就可以了 中速的縫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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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 這裏有一點重鑄 稱之為歷史,稱之為歲月 歷史痕跡 這樣就弄好一個人 這本身 由於原來的顏色,我們就是靠噴機去彌補它 其他的髒東西,都非常的工整 再來 這個縫,就是等我們噴完氣之後,再去黏合它 這有一個做好的 這樣子兩個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其他的 就是透噴氣了 就到這裡 剛才會再也要做 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 感谢观看